下面我们就到了这个revenue 另外一个账户了 在背这个账户的时候 您一定要想着 前面肯定很多东西能用 但是revenue也肯定有一些 自己独特的地方 下面您看到这些词 Compare有什么呀 分析程序 Optain了之后往往也会 Compare又是分析程序 Calculate后面有吗 又Compare 好了 这一页老师其实是给了你一个攻略 如果真让你写revenue 你实在万般无奈 什么也想不起来的时候 起码你可以写三项 Analytical procedure 但这种做法不是很地道 你知道吧 就是百般无奈 你再这么一样 你总得是分析程序 用几个再用几个别的 但是我们先保底来看一下 首先你说revenue 有没有现成的总数呢 有啊 The overall level of revenue 你都有总数的 那上来就比吧 比什么呢 Compare against 跟谁prior 老师说有四个维度 对吧 你既可以和prior 也可以和budget 好了 接下来实在是我都不愿意念的套话了 investigate any significant 你看你看他换词了 这个你能记得什么就用什么 好我们再来一遍啊 说我用分析程序 老师教过分析程序 自己就能拿三分 迫不得意 接着第一个现成的 overall level 你说光以总数能比出什么来呀 没啥实际意义对吧 但是你不代表你不能比啊 以前的跟预测的 或者说是预算的 接着我刚才说了 overall啊 总的 总的支下一定有分 什么叫分 之前你学过一个词 对吧 break down 那你现在就看明白了 a schedule of sales for the year broken down into 好了 就是明细嘛 按照类别嘛 我把这销售给它分开 my product categories 产品线是吧 and 你当然还要比咯 分成线呢 这个它可比性就更强了 prior 就跟去年的那个 按照比如产品线的去比 比完之后 你还是要找嘛 investigate any significant fluctuations 在这儿呢 是investigate any叫做 unewable moments 想不起来的话 您就用上面啊 总而言之呢 就是比完之后 必须去调查那些significant 其实所谓的调查 不就是去问问管理层 why吗 所以通过这话 其实你明白 调查是什么 问问管理层 你为啥有这么大变化 就这个意思 那您既然呢 看到说这个是 a schedule of sales 它是怎么break down的 它按照产品线 那你就清楚了 我不按产品线 我按什么呢 monthly 我按时间 每个月 今年的和上一年比 也是可以的嘛 但是啊 我们说 我们不要戏弄这个mark 不能戏弄考官 说哎呦 你这个revenue 实质性程序 是吧 一共四分 我给你写四个分析程序 对吧 这考官他就算在这儿 不能给你扣分 他也在别的地方 能给你找出来啊 所以不要对这个考官 心怀不悔 所以说你要心怀敬意的话 你这知道啊 怎么回事啊 迫不得已的时候再说啊 所以这种叫什么呢 我不比总数了 我比分数 什么叫分数呢 Mine product monthly 都是预准分啊 Calculate the gross profit margin 总数比过 分数比过 再比个ratial吧 哎 这叫比ratial 也是极其常见的方式 所以啊 比完ratial 这后面不用念了 对吗 所以跟大家说什么事呢 就是你每一个cycle中的 每一个账户 如果你想用一种 不太光彩的方式 回答问题 其实你都可以 有这样的套路啊 比一个总数 比一个分数 再比个ratial 我的天哪 是吧 那你就这事件 打出来之后 这个考官的内心是 心理阴影是多大 我就不知道了啊 但是您知道 这三个都叫什么 分析程序 怎么用 现场的就compare 没有现场的 您就要 是吧 或者您就算 算完之后 您再compare compare 不一句话 investigate an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好了 这也说了啊 咱原则是不弃考官啊 select a sample of sales invoices for customers and agree the sales prices back to the price list or customer must file information to ensure the accuracy of invoices 这个就是非常淡定的 讲了意见 和应收账款 真的是没提到的 实质性程序 因为啊 我们应收账款 看应收嘛 你担心那个 alurance for doubtful counts 你担心坏账准备 都担心不过来 测那个测了好几项 对吗 所以啊 咱没工夫说 哎 你把那个发票算算 但是实际上 你说我算算发票 你说这个算不算是查应收呢 也不算错 但是这个更重要的是 针对revenue啊 所以我们就发现啊 这一条 在revenue里是非常直白的 因为revenue计算的accuracy 就取决于你这发票数 对不对 发票上的数啊 在这儿就谈的是价 哎 价打哪来呢 好 你先把发票找出来一些 对吧 asample 找出来发票啊 您跟什么上面 对那个价呢 两种方式 比较IT的做法 就是Customer Master Data File 那不是很IT的方法 叫Price List 这两种其实都提供了 应该是多少钱的那个地儿 或者叫Benchmark 我们再来一遍 那revenue啊 你不是担心accuracy吗 那不就是担价成数量吗 好了 这我们不谈数 我们就谈那价 价对吗 往回找去 这就是我们讲的 纯纯的 针对revenue的一项程序 select sample customer orders 天哪 是吧 哎 你发现怎么老抽个没完呢 哎 您看您这儿抽什么 抽完是算数 那您这儿抽什么 又您看出来了 从原始开始抽 从customer order 一直到呢 dispatch notes 就GDN 又到什么 sales invoices through to inclusion 你的sales ledger and revenue general ledger control account 等等 哟 您会发现 这跟之前不一样 前面我们讲的 应收的时候 您怕什么 怕existence 您怎么着了 您voting 您往回倒着查 可是revenue这儿 您竟然担心了completeness 必须要指出 这不是您正常的担心啊 正常担心 跟前面那个一样 都是担心 它的occurrence revenue是occurrence 但是呢 我们考官啊 也考虑到 是吧 说你不能一点也不考虑completeness 你总得知道 它应该是怎么去查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告诉你 其实也是可以查completeness 但是说实话 真的对于revenue 你还是非常关心occurrence 我现在发现 你可能在灵机一动 是吧 你说老师 你不是说那个revenue的 关心occurrence吗 那我就voting一遍 是吗 不是不行 当然你也可以voting 作为一份的答案 你在cumpleteness 再来一份的答案 是吧 但我们总觉得 这样的话 你容易让判卷人不开心 好 我们再来一遍 但是呢 您记得啊 考试写的时候 不管你写的是tracing 您还是写voting 只要你说明白了 从哪儿 往哪儿去核对 比如说您先选了什么cust mode 这就证明您的起点 是原始凭证了 是吧 您从这原始凭证啊 开始往下追 一直追到这个GDN啊 Evoice啊 追到账啊 总账 这个明细账总账啊 一直往下追追追 您追到表里都行 是吧 TB到表 千万注意 您但凡敢这样追 您这个认定一定写对了 好吗 对吧 如果写错了 那这考官肯定是揪着不放 反过来您知道 那个叫occurrence啊 咱们别写错 因为cancelary civil 用的是existence 这就是 一头match啊 这就是特别常见的一种方式 select a sample dispatch note both pray and post year-round 天哪 我怎么觉得 似曾相识呢 是的 一点都没错 如果这就是我们刚才 其实说过的一个程序 就是刚才查那个accounts receivable 对吧 你也查这个cut off 那你连accounts receivable 你都写cut off的这一项程序 我现在查revenue 你好意思不写吗 对吧 你就抄下来 哟 你发现这话背下来是吧 相当于两分啊 就是cut off 必须查 不管是revenue 还是accounts receivable 不说了 没法说了 select a sample credit note raised 天哪 你又觉得似曾相识 对吗 前面咱不说了吗 就是销售退回 你实在搞不懂 什么notes 是credit notes debit notes 你就说比较俗的 对吗 是purchase return sales return OK的 是吧 你就查它相关的这个凭证 然后去看看 我是不是调过账啊 就remove from sales 前面是什么呢 前面说 我是不是该把这个accounts receivable 做一些allowance 好了 您看 又跟前面又一样 只不过表达的语言上 它这说的是sales 前面您说的是accounts receivable啊 好 那么刚才呢 我们就一般情况下 常见的这些应收呀 然后呢 我们的revenue啊 该怎么查 您发现了 这俩有时候真相 但是呢 这应收啊 它的点 就关心可回收性 也就是说 哎呦 我又看那些 slow moving啊 我又算了又算啊 等等是吧 哎呦 我又看看有没有dispute啊 等等 您就会发现 那个accounts receivable 它对valuation这块 那是相当的重视 等到了revenue这儿 哎 你也就能重视重视 accuracy 对吧 还有什么cut off啊 甚至您看 我们知道 把一个不是特别关注的问题 completeness 都给你晒了一下 那么所有这些 其实您会发现呢 我们算那accuracy的时候 那家伙这个analytical procedure 您一下子上三个 对吧 当然你要说写四个五个 你也都能写出来 好 您就会感觉到重点不同 有相似之处 没好意思说 有的就是直接抄过来的啊 这是什么 您可以回忆一下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说这个npo 或者叫nonprofit 就是说非盈利 这种啊 是小众考题 什么意思呢 就是怕大家背提背太熟 分考太高 让我们这A 没有办法成为 通过率最低的一颗 这第一保不住的时候 我们就来一个 这个npo 那这种题 你说怎么办呢 你想想啊 别复杂的 listed entity 上市公司 您都会做 npo 怎么能害怕呢 对吧 它一定是一个减板的 一个微缩的 一个很low的事 哎 你要首先要有信心 信心来源于 你前面该背的 都背完了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 它能出些什么样的 哎 幺蛾子啊 You are noted manager 你呢 是要去审计 审的谁呢 哎 这有一个啊 公司叫 Inspect for you is a registered charity 好了 您画上啊 一下您就知道 哟 接下来 考虑的问题 可能 就不走寻常路了 对吧 Insect con 它的做什么呢 就是 Insect conservation and has been a naughty client 也是你的 常年的一个伙伴 这句话 基本就告诉你 我是一个这个 非盈利啊 我是干什么的 好了 接下来 不拉不拉 我们就不说了啊 The falling matters have been brought to your attention 下面说的事啊 我们就看一下 这公司 有什么matter啊 Cambulance of income 您一定记着啊 但凡考官在题杆里啊 都给您这样的小标题 那证明这考官相当的nice 就怕你不知道 接下来主要是什么 那么假设考官心情不好 就没有这样的title 那你所要想到的就是 业务 全面的业务 都有什么 然后针对它去写 我们往下看 Insect for you is a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 再一次告诉你 我是非盈利的呀 就怕你前面 没看懂 什么叫charity 哪见过这么好的考官 对吧 Which generous income in a number of ways 诶 这句话提醒你了 诶 或者收入啊 有不同的来源 那您说 我是哪一个呢 诶 答案是 你都要看 It receives monthly donations from its many subscribers and these are paid by bank transfer to the charity 这句话就告诉你 哟 我那些捐款呢 其中啊 有这么一个来路 就是说 定期的啊 月捐啊 然后什么样的方式呢 银行转账 一句话就告诉你了 这个事儿 有银行的事儿 换句话说 很不好意思地告诉你 你在这儿 提前就要了解一下 Bank 银行存款 怎么审计了啊 其实也没关系 反正你早晚都要学的 对吧 是吧 往下看 in a days 又来一个 a large number of donations are sent to the post to the charity 我的天哪 是吧 这个跟中国国情不一样呢 我们现在您会发现 那街上有时候要饭 都挂一个二维码 对吧 他还用邮局 这种很复古的方式 是吧 我们只能这么去形容了 那也就是说 邮局还会有一批 而且您想给你 邮过来的是什么呀 现金嘛 或者支票嘛 支票也当现金用 好了 银行一块 这个现金一块 Visks for you also sells tickets for their three charity events held annually 呦 您看啊 卖票 什么意思呀 那票是要钱的 对吧 我们这个门票 这个是做慈善 慈善 就这个意思 总而言之 又一个来路 During the budget planning comeliness of income was flagged as a key risk 好了 刚才那么些收入来源 几个呀 三个 月捐 走银行 再一个 给你直接 有现金 我支票 再一个 我卖票 有收入 好了 三块 还是这个原则 都得审啊 Describe substantive presages the auditor should perform to obtain sufficient appropriate audit evidence 我的天哪 是吧 您会发现 你不管是 这个非盈利啊 还是我们的 listed entity 这体感都一样 都是coupy出来的哈 in relation to the matter identified 那么在这儿 这个matter 其实就是 这个非盈利组织 什么情况 那有些case里 这个matter 可能就更具体一点 比如说遭了灾啦 等等 有了罚款啦 什么 这个持续经营 它一定会有一个 具体的事啊 那是因事而异的 好 我们继续看 怎么办啊 Every time the schedule of all insects for EU companies income 天哪 验手吧 对 在这儿呢 schedule 也就是什么 laste的呀 break it down 总而言之是把明细 记着 只要是一明细 能有现场就现场 一般没现场 叫overtain啊 overtain the schedule a list of什么呢 a income 明细要到了 算个数吧 cast 算个总数 数出来之后 您就得跟什么 往下走呀 走一堆账啊 干嘛呢 当您从schedule 然后算了个总数 再跟下一步的仗 去对比的时候 哎 这点您要注意了 请问 您这么一对 是能够查出来 漏记的 还是能够查出来 多记的呢 还是能够查出来 记错的呢 实际上啊 您要清楚 只要是两相对照 它一定会有这样 三种认定 设计其中 两相一对 又发现了 是吧 这个审计师发现 他算的 跟你这个 这个账上算的 这么一对呀 不一样 是不是 哎 我们就知道 有可能多 有可能少 那也就是 completeness or existence or occurrence 都有可能 但是呢 咱是这么说 您要写的时候 得看这道题 想听什么 这道题 就担心 这个completeness 那您呢 就不用去写 那个 occurrence 但事实上 如果您担心的是 occurrence 那其实 你就主要写 occurrence 好了 你都担心 有多记 有少记 那一定会有 计算的错误 好 我们再来一遍啊 这道题 其实告诉我们 什么呢 只要你所有的 凭证 一通match 就完全有可能 在match的过程中 发现多 发现少 尤其是哪一种呢 这种 算了个明细 然后去对账 的情况 当然具体 写哪项 取决于 这个case 你关心的内容 好 compare the individual category of income 我的天哪 是吧 又来了 讲的是什么呢 还是分类比较嘛 对吧 分类比较比什么 照以前年度的 分类比较呗 然后 investigate an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你会发现 这什么NPO啊 是吧 这什么非盈利组织啊 不就是前面讲的 这些上市公司的事 我挑几个 他能用得上的吗 对吧 所以第一个 就是我们讲的 拿到明细 然后算个总数 然后呢 再去agree 没写完 你可以补 接着下面 又就是说 analytical precise 我们分析程序 这叫什么呢 break it down 或者说明细 或者分类的那种 然后你去 照以前比 investigate an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这两个 都不是创新的 下面 我们看 就是问题来了 因为 这样的case 是属于小公司 或者说小的 非盈利组织 它的一个事里 更多的 会跟钱 有关系 尤其像我们这种 charity 对吧 你看刚才说 那三个事 其实说的不就是钱吗 对吧 那钱 有没有问题呢 就一定会涉及到 cash 这个cycle的程序 现在您就先 这个剧透出来 for monthly donations 意思是 哎呦 就是银行转账 那个部分 那你就清楚啊 银行转账 银行是有数的 银行的数在哪呢 mind statements 这是银行 替你做的账 那你就担心 哟 我记得准不准 全不全 你记的账啊 我们这个 非盈利组织 记的账叫什么呢 cash book 跟你说 就算上市公司 也用这个词 后面 我们学cash的时候 就是这个词 好了 银行做的账 拿过来 这个非盈利组织 做的账 拿过来 哎 一对 您不就能够 对出来 记得 全不全 也有可能记得多不多 记得对不对 好了 再来一遍啊 这不就是两相合对吗 当我们不去特别强调一个这个链条 哎呦 从哪到哪 不去特别强调方向的时候 那么实际上就可能会发现高估和低估以及准确 但是你特别强调方向 那肯定 这个认定 只有一个 对吧 好 我们再来一遍啊 这里面说的什么呢 银行做了账 企业做了账 或者说公司 或者非盈利组织 做了账 两相一对 哎 有没有差 啊 就能看出来 为什么在这不说 我们讲的那个currence 因为你说了 你担心的是他漏迹吗 因为你知道 这是一非盈利组织吗 人又少 这个请的工人工资也不高 对吧 哎呦 你就担心会有一些问题 而这种问题绝对不会说 我给你多记 对吗 你会担心有fraud吗 所以才会担心revenue的completeness 因此你都没有把那个accurrence放在这里 不是因为此处不能去测accurrence 而是因为此处accurrence出问题的可能性 换句话说 RMM比较low 所以才没写 put the notions received in the post 直接记得那个钱 对吧 review correspondence from donors 这就是我们特别担心的 有些人他捐款 如果不留名信 不留痕 哎 您发现这不成 是吧 所以今后您在有爱心的时候 你哪怕用一个假的名字 是吧 您得留下correspondence 前面我们讲那个correspondence的时候 是说什么呢 说customer correspondence 是讲啊 说不清楚 道不明的时候 有那个通信往来 因此您会发现 所谓这个correspondence 其实它的范围很广 只要是咱俩聊过天 有那么个记录 是吧 哪怕是那么句话 其实都能够称为correspondence 这就证明 曾经有人捐过 agree to the denitions account 这就是说 您记得这个账户上多少钱 trace sums received to the cash book 就是说 这讲了 我们那个账在哪上有呢 cash book and a bank statement 好 我们来看一下 cash book说 您的现金 账上 记了多少 bank statement 是说您的现金 银行 帮您记了多少 您说这个donation account 就是有多少人 捐了款 这件事的话 一定是捐款 最后落在什么上呢 现金上 所以捐款 反映在现金的地儿 有两个 一个是企业做的 cash book 一个是银行做的 bank statement 好了 您说 哎呦 我记了多少人 捐了多少款 好 把账一拿来 自己的账 cash book 银行的账 bank statement 一对又发现 可能对不上 怎么着呢 您就发现 啊 有没记权的时候 什么叫没记权的时候呢 就是donation accounts 少了 啊 但是银行说 啊 cash book上说 都能看出多来 啊 这就是我们通过呢 它最终的体现 叫cash 来告诉你 你的donation 既多了 既少了 for some of you subscribers in the year 这个呀 是我们常见的一种 回答问题的方式 叫做 咱之前都是说正常的 你银行捐 啊 或者说你邮寄捐 啊 后面还会讲到 说卖票 啊 收钱啊 那么这种情况 是说啊 new subscriber 我去猜 又一直有这些人吗 不 可能会有新来的 对于那些 新增部分的donation 我要怎么办 你会发现 跟那旧的一样吗 你看啊 from the monthly sum and the start date and trace to the monthly donation received account agree to cash book in the bank statement 多么简单的一种回答 前面那个背下来 然后特别强调一下 哎 我就是去找那些 new subscriber的 然后把后面一说啊 您这个答案又出来了 这是一种常见套路 叫做 在原有基础上 还有新的 怎么处理 后面我们都会遇到 凡是这种啊 都会来一遍 又新的 你要特别注意哦 他们既没既全哦 好了 这就是我们讲的donation啊 哪一部分呢 就是给钱啊 不管是银行 还是通过post 下面一种 for the charity event undertake a proof in total 哎 这个词 您要记得 您可能一看 因为这什么意思呀 其实呢 是一种 框算 也就是概算 换句话说啊 叫做 审计师的期望值啊 approving total calculation of the number of tickets sold 又卖了多少张票 multiplied by the ticket price 每张票多少钱 您这一下不就能算出 我的这个卖票收入吧 对吧 这就是你的 另一个来源的部分 我们都说了n遍了 calculate 算完之后 得干嘛呀 compare compare什么呢 就是我算这个数 跟你记得账这个数 一不一样 如果不一样 怎么着呢 investigate an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哎 后面说个人 management 这什么意思啊 您但凡investigate 首先问的 都是当事人嘛 当事人先给您解释 然后再逐步说 实在弄不清楚 咱再说往上 比如说问质历层 往下问具体员工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儿呢 有一个新的词 咱们前面没提到 但是您要是把 各种题都看过 这个也是常见的一种 分析程序之比较高端的 叫什么 期望值 approved in total 期望值审计是算的 对吧 怎么算的 您说一下 哎呦 我是票这个量啊 乘以它的价 不过再怎么高端 最后也逃不过 compare and investigate 您嫌investigate 这词太俗 行 咱换一个 discuss 但是significant一般 这个都不换 充其量您说unusual 但是还是这样 significant 好了 那么这其实就用了一份 分析程序 您会发现 什么非盈利呀 不就是我们讲的 listed entity当中那些 常见程序吗 只不过所有的问题 都指向一件事 那就是money 因为呀 像这种非盈利 那它主要就是 接受捐赠嘛 在这里我们提到的 都是cash 所以说这种小企业也好 非盈利也好 您一定要想着 它不光是您眼前 这个cycle 不光是眼前的 这个苟且是吧 还有cash在远方 等等 就是那个 一定都会 涉及到 有关钱的问题 好了 这是这么几个程序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 咱也别说 这个是不是listed 还是这个 非盈利啊 套路都一样 我们往下看 说receivable 很遗憾的一件事 就是刚才那道题 考官竟然没说 confirmation 可是你知道吗 对于应收啊 confirmation是超超超级重要的 一个程序 那现在我说了 你知道了 韩正 韩正应收账款 这是准则可是要求的 除非说 哎呦 真不好用 但是您就不用除非了 您就说 我要发韩正 接着说 发韩正啊 还会遇到一种情形 那就是 又 含出去了 不好用 是吧 不好用怎么办呢 我们有一词 叫 autonative presages 那您又问了 哎呦 老师 什么叫 autonative presages 这时候就看你 会不会打脑筋 急转弯了 您说 那么些程序 对吗 单单 我们没说韩正 在前面绕题里 是吧 那您说呀 意思就是 除了 韩正之外 咱们去查 应收的 那些程序 大部分就都可以算成是 alternative 对吧 你会发现 考官很会玩 对吧 考官我说 就不说这个 confirmation 那剩下这些 我跟你讲 那不都是 alternative吗 对吧 但是呢 你也别说这个 我随便拎一个就行 它一定是 alternative当中啊 你得挑点 有代表性的 其中 最有代表性的 就是我们跟您说 那个 期后回款 当然您说 我一通match 是吧 这些肯定 都是有用的 好 我们再来一遍啊 confirmation 考官竟然没写 老师告诉你 写成第一个 接着 如果这道题很特殊 他说了 哎呦 韩正不好用 alternative怎么办 您就从刚才说的 那所有当中 挑些很硬核的 最硬核 写第一个的 叫做期后回款 把期后回款 作为第一项 alternative 考官会爱死你的 对吧 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 review by confirmation 的loan agreement 天呐 考官那道题里 又没说 哎 这是什么情况呢 应收啊 也是值点钱的 应收啊 这种值钱的资产 也是可以用来 抵押担保的 哦 您会发现 其实 我们接下来 也可能对 它的rights 进行审计 那您说 我什么时候 去抵押担保呀 哎呦 我跟银行借钱嘛 那我跟银行借钱 我怎么知道 有没有这事呢 好吧 你跟银行 含证嘛 你跟银行 含证 从银行那 直接知道说 哎呦 如果我这client 去跟银行贷过款 我拿什么 做guarantee 是不是你正在审计的 account receivable 那么与此同时 你也可以从贷款合同当中 找到 哎呦 贷款到当时 有没有提供什么 guarantee 是不是我的 account receivable 你会发现 这项成句很有意思 明明是韩正银行存款 可是愣是把这个 loan里面 有没有抵押担保 给搞清楚了 我们现在明明是在说 account receivable 可是就因为关心他的所有权 顺便就把这个 vink 顺便把liability 也就给问了 因此您看啊 为什么我们用系统的观点 来看审计呢 为什么觉得审计难学呢 因为 你明明在讲应收嘛 在讲销售嘛 结果你一下跨界 那么多 对吧 反过来你现在知道 你以后在背别的时候 也就轻松了啊 recalculate 哎呦 这是常见 因为呀 我们在这里会算数嘛 alurance 所以你担心算的不对 对吧 你就recalculate啊 account receivable age analysis 就是帐龄分析 前面我们都说 呦您要一个 uptime 对吧 那其实你可以自己编一个 根据它收集到的 有关这个 account receivable的相关信息 这也是一种方式啊 analytic precision 这个呢 体现的特别明显的 不是在receivable这儿啊 而是在这个revenue 但receivable一样能用啊 只不过您说 不太好意思 那么多重要的程序 你偏说这个analytical 但是有一点 是你一定可以用的 就说出来真的是 考官都不觉得 你是在这忽悠 是吧 不知道答案 然后拿一个最简单的 往上蒙 那就是分析程序 用比 用来比什么呢 就是turn over 这个turn over 都有什么有turn over 您记着 凡是能赚的 赚得起来的 比如account receivable 这是要流转的吧 同样道理 accounts payable 那您在审计 accounts payable的时候 也可以去算算它的 这个turn over ratio 你想应收都赚过了 应付都赚过了 还有一个是真的赚过 好多回的 是什么呢 eventry 好了通过这个 您就知道了 analytical 如果一旦考实质性分析 这个实质性程序的时候 我就知道应收 我得算 我得分析一回 是吧 我得turn over一下 应付一下 eventry一下 好吗 您背这一个 相当于背了三个题 对吧 after date 这刚才跟您说过 期后回款 是查应收 期后付款 是查应付 另外有争议的时候 看什么呢 courism balance prepayments 这case当中 没涉及到 一般我们考试 也不太考prepayments 但是呢 你可以找它的套路 就比如说 找一个明细 对吧 然后算一个总数 然后agree 一直 就是从明细 上到总账 anyway 就是您一直agree到 FS都行 接着 分析程序 可以分析一下吧 有今年的total 跟去年的total 是吧 接下来呢 我们说 你既然是prepay 你好歹是付过钱 对吧 付过钱 你好歹应该有个说法 有个凭证 对吧 这些凭证 也是一种证明 当然这个很小众 到目前得不出 那你得知道 有这么回事 sales 这个可是 常见考点 sales 还有这个receivable 我们看一下 e-to-match 那你说 我应收 可以一通match 也可以 我这个revenue 或者sales 一通match 你要注意 sales order GDN invoice sales ledger general ledger controller account 往下是tb 再往下是fs 这是一套 注意 按照什么顺序来 compare prices 因为您特别担心 它的accuracy 所以有发票上 用得对吗 是有没有一些term 就是说 比如说 对于您的折扣方面的term 或者确认revenue 10点方面的term 这您都可以考虑 examine service invoices for classification 这个讲到后面 尤其讲到这个 PPE的时候 会涉及到 说都是有发票 都是卖 关键您卖什么 您说我卖存货 这叫revenue 您说我卖什么 我把固定资产给卖了 不好意思 这还真不能继承revenue 对吧 所以怎么能看出来呢 我们从发票上 就能看出来 卖的什么 从而判断 账户有没有错 当然这是非常扩展的 因为这些内容 总结起来是基于旧的考题 还有教材比较多 selectGDN 这都没法再背了 是吧 我们这都说过N便了 应收啊 还有sales啊 都要看 Count of 分析程序 这您得会啊 这保底的 是吧 我们说这分析程序 就它自己 您就能答四条 比如说total啊 比一下 这个breakdown 比一下 是吧 然后呢 我们还有说那个 ratial 比一下 还有刚才跟您说 那个挺高大上的 就是 我们讲 audit's expectation 审计师的期望值 Proof in total 也可以比一下 这没法再说了 这个 您知道 这是保底的一个 分这个实质性程序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